大家好 进入春季就进入了兰花的生长旺盛期了 这个时候呢 兰花呀 它会很快的长出这个新芽 但是呢 有的花有它的这个兰花呀 老叶片在慢慢的枯萎 但是呢 这个新芽新叶一直不见生长 那么整个植株的观赏价值就会很差 而且植株越来越稀疏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它尽快的长出新芽新叶 让它的株形更加的美观 更加的饱满呢 那么办法呢 肯定是有的 我们可以给它用上这个维生素B12 B12呢 里面含有这个丰富的水洋酸的 水洋酸它是可以促进植物生根 然后呢 促进它长出更多的新芽新叶 使用这个维生素B12呢 还可以让它的这个老叶片呢 更加的旺盛 不容易呢 那么快的老化 那么这个维生素B12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取一粒维生素B12 先把它拧碎成粉末 然后兑上500毫升的清水 把它完全稀释溶解之后呢 直接交换给兰花就可以了 这样用几次之后呢 很快它就能够长出非常多的这个新芽新叶了 生长会特别的旺盛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呢 将它放在这个喷壶里面 然后喷散叶片 或者是呢 拿一块纱布沾上这个维生素B12这个药水 然后擦拭兰花的叶片 这样呢 叶片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那么很快的叶片就会非常的犹豫 而且呢 这个老叶片呢 会长出特别的旺 没有那么快就枯萎掉 所以想要让你的这个兰花啊 尽快的长性芽新叶 让整个植树更加的这个饱满 不容易出现这个枯萎掉落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使用上这个B12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